新闻開始帶您關心 交通部前部長李孟燕被爆出婚外情 向行政院長卓榮泰是請次獲准 而她的婚外情對上張姓女子 也在今天發布了三點聲明 對於外界揣測做出誠心 她強調自己來台數十年 努力工作存錢貸款購入二手屋 跟大樓建商沒有任何的關係與接觸 而對於外界說李孟燕是購屋金屋藏膠的說法 她表示這是一種極大的誤助 最後她也再次向李孟燕的家人道歉 表示自己也曾為人妻亦為人末 對於造成傷害真的很對不起